這個你點的嗎 怎麼了 你點的嗎 這是你的喔 黑女子席地而坐 捧著乾麵大吃特吃 旁邊的人看了超火 要不要 妳吃吧 妳要報警 原來她偷拿別人點的外送 看對方要報警 還把乾麵拿回來繼續吃 她幹嘛不可以買 妳不能買 女子一不無所謂的態度 邊吃邊笑 還用眼神狂瞪 她就是一故知名音樂人 爺孫烈女主角林靜恩 民眾爆料10號晚上11點多 林靜恩進入台中市中虛公園 路一棟大樓 擅自拿走她訂的外送餐點 坐在旁邊商旅外棋樓吃起來 林女現場表示 會支付該餐點之金額 以股產紅藍損失 並現場交付新台幣237元 警方一切到罪把人含送法辦 根據了解 林靜恩繼承丈夫的房子後 就脫手賣了1780萬 照理說生活應該無餘 如今卻偷吃別人的外送 只是在這裡閒況而已 他也沒有說一定會幹嘛 或做出一些脫軌的行為 附近一句說 林靜恩已經搬回台中老家 跟爸爸阿嬤同住 父親也曾帶他到醫院門診 借煙戒酒 沒想到還是做出脫序行為 爭議再停一樁 記者楊勝利雲傑 台中不倒 而且他添加了 他的手賈 也就是在家在家做出脫序行為 在家要殺阿嬤 他現在是櫻住的